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喜欢这一集节目也请帮忙按赞 我们在上一集讲到这个俄罗斯的总统大选 我们都觉得 这个普丁这次拿到了87的高分不能再高了 没想到今天 传出了一个消息 共产党坐票 普丁惨败 怎么可能 我们看一下有一个消息是说 在这个阿尔泰共和国 在南部有一个叫做 巴尔脑尔市有一个投票站 然后呢 普丁竟然只在这里达到73票 然后那个共和党的 我们上次有讲拿到了 全部拿到4%的这一个 候选人叫 哈里托诺夫 得到了763票 既然比普丁 高了10倍 那有可能 一定是共产党坐票 所以这个 消息传出来之后当然 这个媒体就开始报导 诶 怎么会 10% 怎么会多10倍啊 很多票耶 结果当地官员说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开始重新计票 可能是有物质什么的 所以我们要重新计票 诶 我想说 当地官员吓死了 吓死了 被脱子去枪毙 我想说普丁87%也够高了吧 没有耶 他一定要拿97% 他才开心 这个当地官员已经打消贸争针了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重新计票 是数据物质 数据物质也不需要重新去计票 你就把700多少票 763变成普丁的 讲成普丁的就可以了 我们是弄颠倒了 其实 名字写错了 名字写错 就结了嘛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 你真的匪夷所思耶 真的是只有温格威权国家才有这种 官员为了自保惊喜 明明投票出来是700多票 也不敢讲 没有没有 是算错了 我们从算一次 这个媒体 Medusa 这个媒体 因为我今天在乌克兰真理报上 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说是Medusa讲说 俄罗斯这次的选举 是有史以来舞弊最严重的 好严重舞弊 共产党多票 第一个 因为我看到 看到这个 俄罗斯媒体 是 说是这个 选举舞弊 这是选举舞弊 我就想怎么可能 哪有个俄罗斯媒体敢这样 敢说是选举舞弊 所以我直接就想到 是这个小地方 是讲这个十倍的 这个媒体说是 这个十倍是有问题的 是是是 是舞弊 当地的官员舞弊 所以那些官员吓死了 但是我后来仔细一看 发现不是 因为这个媒体 是俄罗斯的媒体 不错 但是它是在拉脱维亚的 就是在俄罗斯境外的 等于是反政府的境外媒体 结果我再读一下就发现 他真的是讲俄罗斯这个舞弊 这一次的这个 普丁当选的这一次的选举 是严重舞弊 超过2018年那一次 2018年那次也很严重 2018年那次有 全国有三分之一的投票所 是宣布无效 哈哈哈 不管怎么宣布 反正就是普丁当选啊 宣布无效 宣布无效他就当高票当选嘛 对啊就是说这些 像这个 这个阿尔泰共和国 当然宣布他无效嘛 怎么可以以我们普丁大地十倍 这一定是错误的 所以他还真正的讲说是这次大选是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他举了很多例子 其中有个例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他说就好多个投票所 他的投票率都是 一模一样的 不但一模一样 而且跟随时间在变 因为投票率在跟 从开票这个好像 中间一定会有变化 对对对 然后这个变动的这个方式也一模一样 大家都一样 一定是这个 地方的选举关于在做这个假的投票率 诸如此类的 当然就少不了一般选举常见的这些 弊端 对对对 怎么这个 因为我觉得俄罗斯的选举很有意思 怎么说 他那个投票算是透明的 对对对 透明的 而且我有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 我们投票不是都是 一格一格 然后外面有个布 然后人就进去投票 外面就是有一个那个 鹤枪实弹的那个军人 人民众在里面投票 他给你拉起来说 记得投普丁 我想说 还拿着枪 我立刻投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有民众 确定这个民众没有投普丁 立刻抓起来 我想说 不是说好秘密投票吗 如果都被知道你有没有投 他们还有很多就是 到艾家艾护背着投票箱 背着投票箱 对 然后后面跟那个拿枪的 是拿枪的 我想说你们这样子威胁 还跟你讲 讲明了就叫投普兵 不过他们也真的很敬业 我还看到一个图片 就是这个背着投票箱的 他应该是在这个 俄罗斯占领乌克兰的这边 去收集票 结果被打死了 投票箱在旁边 那个箱子不知道 有没有被拿回去计票 这个投票箱透明 我刚刚为什么讲 投票的透明很奇怪 因为我们都很秘密的嘛 一定是盖起来 不让人家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 在圈票的时候 是在布幕里面签票 然后你出来又把它折起来 然后投票箱投下去 那你这个透明的投下去 不就给你看到 对啊 那就摆明要看你是不是投普丁 不是就把你抓起来 这个还有更有趣的 就是刚才讲的 这个共产党的候选人 他不是第一次参选 他2004年就参选过 投票率还比这次高很多 好像是13.7% 这次4点多 这次他也是 这次总共四个人参选 他也是落选三个人里面最高的 最高的 对对对对 他是上次13%多 他这次又出来参选 这次又出来参选呢 那个英国广播公司 BBC BBC就来采访他 BBC这个记者问的问题是很正常的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认为你比普丁更好 对对对对 因为选举嘛 对啊 我当然要讲我比他好 你要投票给我嘛 是是是 BBC问完之后他说 没没没没 这个话不能这样讲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说错了说错了 不能这样讲 他说这个不是事实 是不是讲错了 不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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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他就说 普丁这个多棒 对他在努力巩固国家 然后在所有领域取得胜利 然后普丁会赢 我们会赢 就意思是说 对在普丁领导下 俄罗斯会赢 我想说你到底是谁要选 而且我觉得他们这种陪榜的 因为除了普丁之外 你刚才有四个 另外三个总共四个人 另外这三个人怎么出来的 当然除了这共和党的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两个 应该是说 除了这个共和党之外 还有另外四个 另外四个他也要选 然后他们有一个选举委员会 他们会审核你的资料 然后看你能不能选 其中有两个人是反战 就是反对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 两个人是不反对 不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反战这两个就直接被刷掉 你们不能参选 然后不反对这两个就入选 三个都不反对 对我知道 加上共产党这一个 这个本来就不反对 所以等于是 普丁加上另外这三个 都是不反对的 我想说哇 难怪普丁上次那一集 就是我们上一集节目 普丁说我们的选举制度 最民主最透明 真的很民主真的很透明 因为一开始就告诉你 你要支持普丁 然后你一定要支持战争 不然你就没有办法选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这次总统大学完之后 是 郭台铭不见了 对 到现在不见 都不晓得到哪 在哪里 中间好像出现过一两次 好像去拜拜 也都不讲话 还有什么郭氏中青会兰 出现两次 都不见了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其实应该入籍俄罗斯 俄罗斯 他只要他说他不反对攻打乌克兰 他就可以选了 他有好语权也不用联署 也不要联署了 他就可以选了 他联署半天今天才有一个消息出来 他有因为巴拉索及连署书而判刑的 弄半天 你去俄罗斯就好了 直接让你选 还发现连署 根本不要 不要 我支持普京 我支持攻打乌克兰 对 就可以取得参选资格 不过这个 俄罗斯因为发生这个 你来讲选举舞弊的事情 所以这个乌克兰的真理报 他就公布 我就说他就发了一个声明 就说从今天开始 他不会以总统来形容这个普丁 因为普丁在这一次这个选举 就说俄罗斯政府在他就职之后 将不再合法 因为这次的选举是舞弊 所以就职之后 你也就是不合法的 你就不是总统 当然这个也不意外 因为他对 毕竟是要表达一下 因为现在乌克兰正在被俄罗斯打 不承认你是总统 对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 乌克兰其实政府也表明了 他们会注意这些 就是普丁当选之后 祝贺普丁当选的国家 看看是哪几个 不就那几个吗 中国北韩 现在知道的啦 中国北韩 伊朗 伊朗对 还有一个南美的国家 好像是 那个 忘记了 我已经忘记名字了 反正就是那几个国家 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来的啦 对 不过这个支援乌克兰的盟军 他们还是有持续的在 陆续的这些资源跟一些开会当中 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他19日在德国的 兰斯坦空军基地出席第20次乌克兰防务联络小处的会议 这个防务联络小处就是说 所有这支援乌克兰的国家盟国 大家就定期开一个会 来讨论一下怎么支援 有没有什么要互相联络的 那他在这个会议上就说 乌克兰不会退缩 美国也不会 而且美国不会让乌克兰失败 对啊 这个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讲的 不仅仅是美国啦 美国跟西方国家都不可能 我的讲法 我的讲法一直是说 不可能让俄罗斯得胜 就是说不会让俄罗斯得胜 是 那这个奥斯丁的讲法 是跟我有点出入 不会让乌克兰失败 是 我就不太理解 为什么不讲 要让乌克兰胜利了 而是讲不让他失败了 而且他后面讲的一句话蛮有意思的 就是说乌克兰 现在这个军事行动 持续的削弱克里姆林宫的能力 就是等于说是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在讲到 乌克兰战争 俄乌战争的时候 从头开始就是想说 美国想借由这个战争 把俄罗斯拖垮 削弱他人力 这个当年拜登在国情之文里面 以及很多个官员 包括布林肯 都有讲过 就是要把在这个战争过后 俄罗斯会变成一个更弱小的国家 这个其实就是美国的这个 在俄乌战争上面的策略 确实是这样子 他想借由俄乌战争 把俄罗斯削弱 拖垮 甚至于拖垮 那能不能达到目的呢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因为现在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上面 的损失其实是蛮大的 其实是蛮大的 我们都有看到 当然现在还没有办法 乌克兰还没有办法 战胜这个俄罗斯 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如果美国或者西方国家 全力支持乌克兰的话 是可能把俄罗斯击败 推出去的 这个是绝对可能的 但是去年的反攻 确实是失败的 现在也发现 乌克兰的这个弹药 确实是不足的 现在在战场上 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出来 但是我也很有信心 这些援助 还是会到位的 但是什么时候到位 我不知道 这个就牵涉到 背后这些国家 自己的考量了 在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也都看到了 有些刚开始说 绝对不给的武器 后面慢慢慢慢都给了 我也在节目里面讲过 这个西方的资源 特别是美国 因为它的目的是要拖垮 这个俄罗斯 所以它的援助是跟阶段的 到某一个阶段给什么 到某一个阶段给什么 那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越来越多明显的迹象显示出来 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 对于乌克兰的援助会升高 慢慢升高 现在美国其实 我相信很快对于乌克兰的这个 人族就会解禁 是 就会解禁 是 因为这个他们在这一场 刚刚讲的这个会议上也讲了 因为乌克兰的弹药 就是那个弹药 就是那个飞弹 子弹这些 存量急剧的下降 所以乌克兰在战场上是严重受限 因为壁子被 那个攻击也没办法反抗 所以这个部分 相信很快就会有 那个解决的方法 我们也期待 那不过7N之前也有报道说 俄罗斯的火炮弹药的生产量 几乎是美国和欧洲的三倍 大概就是每年 大概300万枚左右 我是觉得就是说 其实 武器的数量 当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现在已经看得出来 就是说 俄罗斯在这方面是 压倒这个乌克兰的 但是也并不是绝对的 譬如说 开战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俄罗斯的坦克大军 是绝对压倒乌克兰的 但是呢 打下来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子 并没有看到说 钢铁洪流下来 就把乌克兰全部烧掉了 没有看到 我在节目里抢掉过很多遍 现在战争形态已经是有很大的改变 是的 而且乌克兰 应该是泽伦斯基吧 这就是这两天才讲的 就是无人机这方面 是很重要的 他们现在也在朝这方面发展 是是是 那现在加拿大都已经宣布说 要买乌克兰的无人机了 打仗打到可以输出 这两天 这两天都是在无人机在打 是是 今天还发生呢 今天还发生呢 就是攻击了一个 俄罗斯的空军基地 嗯 太好了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值得就是大力发展的 因为无人机毕竟不会有人员的伤亡 然后造价也便宜 相对来讲便宜 然后又好操纵 然后机动器用高 到时候群 就是像风群一样去攻击的时候 被攻击的人也很难防守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真的是蛮好的一个攻击的方式 好 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这一集记得按赞 也要回顾过去的影片 谢谢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